跟郭台銘合體的影片 但發現好像不是新的影片嗎 包括了蔣宏安慈立委 黃明說是不及格的操作 請教煌哥 你覺得這兩個人操作怎麼樣呢 都很糟糕 第一個 那再來我講高宏安 這個新的影片的操作 這影片很短 只有16秒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當然這裡面因為用到郭台銘的畫面 但是我跟觀眾朋友強調 那個是舊畫面 那個是郭董在2019年 參加國民黨總統黨內初選的時候 提出他的政見 叫0到6歲國家養的舊畫面 所以高宏安這個部分是新拍的 但是郭台銘這部分是合成的 沒錯舊畫面哪用 當然我相信應該經過郭董的同意 但是我覺得這種做法 其實高宏安想凸顯的不是他的政見 他政見不重要 因為新竹市也不可能獨立 做到0到6歲國家養 他要凸顯說郭台銘是支持我 但這個早就拍好了 對他這整個畫面就只是想凸顯說郭台銘還是支持我的 就這個時候放出來 他就是只是想凸顯一件事 就是郭台銘是支持我的 大概就這麼簡單 當然我覺得這有一點點 占人家便宜 因為你如果拿這個廣告去 請示郭台銘說董事長我想播這支畫面 郭董大概就人情意理上 他很難拒絕說不行 你現在不准播 那可能就默認吧 我的研判大概就是默認吧 那默認可是你放出來 他想達到的效果就是 郭台銘到此時此刻為止 依然是力挺我高宏安 其實我覺得有點陷郭董于不義 萬一你將來高宏安真的司法被判刑了 那郭台銘怎麼辦 你有點陷他於不義 就是說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就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人當然是位己 可是你在位己的同時 你不能去占別人便宜 或是陷別人於將來可能的 不可預知的風險裡面 你這個動作 其實是把郭台銘陷入一個 不可預知的風險中 因為將來高宏安會遭遇什麼事情我們不知道 那萬一他真的被判刑了 或是說被恥夺公權 那到時候拿這支廣告出來 郭台銘原來你挺貪污 你挺貪腐 那你叫郭台銘怎麼解釋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操作 只看得出來就 高宏安這個人真的心機很重 而且喜歡占別人便宜 好 我們要請教將軍 因為高宏安推出這個政策的時候 是10月24號 那個時候還沒有林根人的爆料 那這個影片應該是早就拍好了吧 那當然呢 這個郭台銘一定是 你之前有問過 但那個時候還沒有爆發這一連串的事件 好 可能之前論文的爭議 郭董知道 但後面這些助理的爭議 郭董可能都不曉得 在拍那個影片合成的時候 都還不曉得 那他這個時候當成壓箱寶 放出來你覺得呢 這不算壓箱寶 這不算是複習而已 我跟郭台銘有合體 他有支持我 但是複習當時在參加 國民黨總統初選的時候 那一段影片 我們都看過很多遍 然後我以為說 郭董是不是要幫他站台 甚至郭董幫他專程為了這次的風波 錄一個影片 來給他澄清一下 支持一下 我上一節我就講過了 不太容易 郭董一定是四平八穩 想不到這麼穩 這麼穩 對 想不到這麼穩 按照郭台銘董事長的個性 他不會原諒的 你只要問在鴻海工作過的人 對於行為不檢點 行為不連檢 對於這些連結有問題的人 我告訴你 郭台銘是把他視為直接離開 立刻離開 而且我告訴你 所有科技業都不予入用 這就是郭董 治軍嚴格 治理這個鴻海這麼大的集團 嚴格的地方 所以他會成功 所以我覺得高環這一次 真的是讓郭董心裡覺得 七上八下 從其他地方 我記得10日 我記得有不好說 我記得10日 那邊 我記得10日 我記得11日 我記得11日 你printl 還有 現在 好了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